I'm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国际政经大小事 理财体育和生活 新闻早餐会 您爱哪一位 好 欢迎大家加入新闻早餐会 国际政治蛮现实的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那么随着时空背景的转换 必须要马上应变调整 美国总统川普这几天 他到了日本做国事访问 日本也摆出大阵仗欢迎 那么主人及客人的心态 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想要达成的目的 但您看热闹也看门道 今天要连线访问的是 辅然大学日文系的教授 何思胜何老师 何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老师日本进入令和新时代 川普也成为第一位到访的 外国元首 那么昨天他还去皇居 见了日本的新天皇德人 那么老师先帮我们观察 他跟德人之间的互动 日皇接见外宾 有没有一些规矩呢 那么现在把第一次给了川普 也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对这位美国大统领的尊重 当然那个美日关系 我想对日本来讲 这个是他战后最主要的一个 外交的一个基轴 所以事实上在新的天皇即位之后 当然中国他原本想要抢头香 那不过基于日本 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外交利益的思考 而且也要跟美国做一个这样一个表态 所以这个新天皇德人上来之后的 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 跟外国元首的碰面 当然是要保留给川普 我想这个是日本外交里面的 我认为他有点像 用他们日本的话讲 叫做民愤大义 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 您说的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民愤大义基本上 那个就是说这个在整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个上下的这个关系上 那这个本来在伦理上面 就应该要这样子做的一种安排 那所以这样子并没有这个 太令人压抑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是川普这个 跟新天皇这个见面的时候 那基本上也没有出现太令人意外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惊人之举 或者讲的一些不该讲的话 事实上在事前的时候 包括这美国的这个一些 这个做日本研究的一些人 这个大概也都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大嘴巴川普 是不是会在这个跟天皇 见面的时候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还蛮克制的啦 那不过他昨天的表现 基本上还蛮得体的 而且这个也没有像上次欧巴马 基本上五年前欧巴马也有到日本 进行这国事访问 那那时候见了这老天皇 这个名人啊 那这个那时候这个他举了一个 这个比较 角度比较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鞠躬 那那那这样的一个举动 当然也引发一些 这个讨论啊 那甚至于这美国人认为 他好像是做了有一点点过头 那昨天的这个川普 我想这个 他就没有 中规中矩 他就当然这个 稍微点了一下头 不过这个他也不敢造次啦 他不敢像这个 跟这个 他的好朋友 这个近山 这样子这个 紧紧这个 这个抓着他的手 然后这有时候还会搭着肩膀 拍个肩膀 好像自己是老大哥 然后你是小老弟 那基本上这个 昨天跟天皇的这个见面 他是中规中矩 好 何老师刚刚讲到这个 小老弟是谁呢 我现在给收看直播的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里拿着两个面具 分别是安倍晋三 还有就是川普 安倍这次化身为 私家导游啊 为什么这样形容呢 因为他陪川普呢 陪打小白球 然后大家去吃日式的烧烤 甚至还大家去看大香扑 破例让他呢 登上了图表 还颁发总统奖的一个奖杯 给大力士 那么安倍这次为了 讨川普的欢心 他下了哪些功夫 这在日本人看来 算是最高规格了吧 事实上那个外国元首 这个到日本 这个去看香扑 这不是第一招了 事实上在这个 这个1996年的时候 这个法国总统习哈克 他也这个到这个 香扑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赛事 然后去看 然后另外这个在 86年的时候吧 那个那时候的 英国王子查尔斯 跟那时候还是他的王妃 那王妃都曾经这个到这个 香扑去观赛 可是他是第一个 川普这是不一样 这个他这个站上图表 那图表这地方 事实上这个以前 这个有两个人 有两种人是站不上去的 一个是女人 另外一个是外国人 那当然川普等于是这个 破了这样的一个 外国人不能站上去的 这样的一个 过去的这个香扑的一个传统 所以日本人事实上 对安倍这样的安排 事实上是有一些 这个不开心的 他们认为就是说 太理喻了 不需要这个去破坏 这个整个 这个香扑的这些老规矩 而且这是日本的文化里面 这个日本人 非常重视的一项运动 那为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 要讨这个 美国总统川普开心了 然后这个把这个 面子做给他 这个这个把一些老的规矩 都都都都都破坏掉 那这个是不是因为 这个是不是做得太过头 那当然日本有一些 这个批评的这个声音 但是这个 这个我想着整个 川普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到日本的访问 那事实上日本这次 把定位 这就是一个 这个 就是一个招待 它是一个招待外交 那那那换言就是要 让川普开心 开心 让川普开心最重要 那那所以他 这次事实上 日本基本上是投 投川普之所 因为他知道 川普啊 这个喜欢这个 面子 那他喜欢上新闻 然后所以他在这个 访问日本的这个期间 他一定要制造一些 亮点 然后让这个整个新闻 能够这个 来报道 而且会引发 这读者的这样的 一个兴趣 所以我想这次的 这个日本的安排 这川普的这个到访 那这个 是要做到这个 让他这个 宾至如归 然后能够 这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 这美日的关系里面 还有很多双方不同的 这个意见 那那是不是希望这个 川普能够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好讲到为什么日本 要这么讨川普的一个欢心 因为日本去年 在国际的政治舞台 真的是蛮闷的 我们看东亚这边的局势 金小胖 就是金正恩 他周边国家的领导人 什么都见了 就是没有去见安倍晋三 好那现在呢 安京会没有下文 刚好美中贸易战 又打得火热 所以说川金两个人 现在关系降温的同时 现在日本是不是 赶快去抱这个美国的大腿 可以这样子讲吗 当然日本现在 他很急的要跟这个 金正恩碰面 因为在六方会谈的国家里面 每个人在都跟这个 金正恩 这个有见上面了 那大概只有这个日本 目前金正恩还闭门谢客 那所以这个日本 基本上在整个朝核问题 在跟这个对北 在跟北韩的这个关系上面 那是落后了 那所以这个 现在的这个安倍 那他在这个对北韩的这个态度 基本上也有一些调整 他这个他过去 这个态度很硬的 那除了这个跟美国 他站在一起 而且甚至是比美国更强硬 那这个这个核武跟飞带 那你要这个撤除之外 不说这个那日潮关系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 他们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 就是绑架日人事件 那现在这个 当然这个未来的安倍 他在日潮关系的解决上面 这问题一定是要解决 那他标准也不会降低 因为这个他是跟这个 这些这个受难家属 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保证 那一个受难家属也很怕 就是说你太急 那是不是会这个 把我们这个所关心的事情 就抛就抛出脑后 那这个日本首相安倍 他是这个打包票是不会 但是这个就是说 这个现在这个金正恩 基本上他还不愿意 这个跟这个日本 这个来会谈 而且这个在前两天的 这个朝鲜日报上面 这个还发了一篇 很长的一个文章 批评这个安倍 认为就是说 反正你们家失踪的人 对不对 那不管是活的死的 那可能找不到的 你说说都是被我绑走 结果在这个前些时候 在日本这个 他们找到一个 就是说他们把他列入 这个是这个被北韩 绑架的这个失踪者 可是最后在日本找到 所以这个被这个金正恩 逮到小辫子 他说你看吧 你自己的人就不见了 然后就说是被我绑走 就在你自己的家里面 这个找到 所以这个他 他这个就 就这个倒过来 而且就说这个对日本 这个来这个批判 就是说那过去 你统治我的时候 你抓了我多少人 那是不是这些 这个问题 这个我要来先跟你算一算 但是我想这也是 他们谈判前 我想金正恩不见得 不会想跟这个安倍来谈 那他们谈判前 金正恩事实上也很厉害 他是谈判高手 他跟川普有点像 那他等于是也这个 这个垫高自己 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谈判的 这样的一个筹码 那所以在未来的一个 日朝的这个谈判里面 当然日本 他跟北韩的关系 他一定要这个 听老大哥的话 他应该跟在老大哥的后面 而且这老大哥 通常也会对他的这个行为 会给予一些这个这个指导 那所以这个 他在这个一个 北韩的问题上面 那他 当然不能够这个 这个逆着这个 这美国的意识走 那那那他也希望 这美国支持 他跟北韩来对话 可是何老师 就很奇怪 到底美国是真心的 想要帮日本解决 这个日本人 遭北韩绑架的问题 还是他们现在 依然强调美国利益优先 因为川普就是靠这个 当上美国总统的嘛 那因为现在 美日的贸易逆差 问题还是相当相当的大啊 那这次好像双方 是没有谈到这个议题 倒是呢 日本又跟美国买这个 买武器了 买战机了 所以你怎么看待 这个美日同盟关系的变化 到底美国人 到底川普是怎么看待 美日关系的 他也是把他当成 是个小老弟吗 呼之则来 然后挥之则去吗 当然这个也不能讲 这个呼之则来 挥之则去的 因为日本确实 这个跟美国关系 对美国来讲也是重要的 我想这个在整个美国 这个在亚太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 安全部局 那美日同盟 基本上是最 最主要的 所以如果美国的关系 跟日本关系 给搞坏了 那基本上 这个绝对是这个 在美国的东亚利益里面 来讲我想这个是一个大伤 那所以这个 日本跟美国关系 我想这个 这彼此双方 我想这个都很重视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这个 在令和一开始的时候 那这个他们也会 这个联手这个来 演出出戏 那当然跟全世界讲 这个天皇患了 新的年代开始 我们关系还是不变 他们还是会再续 这个前缘 但是贸易逆差怎么办 现在美日贸易逆差 还是很严重 那当然这个不是 只有这个 你刚刚讲的 这个贸易逆差 是一个问题 在北韩问题上面 基本上他们还是有提见的 特别在这个 川普基本上 现在这个似乎 对这个金正恩 是很这个 是很软的 那虽然这个 他们在第二次 这个核内的 这个谈判里面 这个并没有这个 达成一个这个协议 不过 之前金正恩 他发射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飞弹 那日本认为说 这个基本上 也违反了这个联合国对这个 这北韩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禁令 可是 这川普不以为然 而且他 人在这个 这个日本的 这个时候啊 发了一个推特 这个 然后在推特里面 基本上 看起来有点是要打脸 这个安倍 那 所以这个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 在北韩的这个问题上面 日本跟北韩 是不是可以同心 这是一个问题 那当然在这个 还有一个 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双方的贸易 在这一次的一个谈判里面 基本上他们也没有达到任何 先缓一缓 对 那才可能要等到参议院选举完之后 那日本这个才 会认真的跟 跟美国来 来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老师 因为现在安倍晋三 他极尽所能要讨好川普 那反观 蔡英文总统 现在也走这个 亲美远中的路线 那么老师 你甚至用 蹭川普来形容 那么美日跟美台的关系 可以相提并论吗 到底在川普的心中 台湾跟日本的分量 你觉得他怎么看 当然我想这日本的分量 是比台湾的分量大得多 但是这个 我想这个台湾对美国 在东亚这个来讲 也不是说不重要 可是就是说 在比重上 当然这个日本 他绝对的这个 要高于这个台湾的一个重要性 那不过就是说这个 在台日关系里面 当然我们不能把台日关系 类比这个美日关系 因为在整个国际政治里面 除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在国际间被孤立的 这个问题之外 我想这个我们在 整个国际政治里面的 我们的这个位置也不同 那或者我想 日本的方法还是值得 我们做一些这个思考 事实上我想这日本 在维持这种 跟美国友好的一个同时 那他在很多的问题上面 他还是会有自己的 这样一个利益的坚持 那而且这就是说 这个不是美国所讨厌的国家 然后日本都这个 就就就就就 就不跟他们往来 就像他要去伊朗了 对不对 安倍要去伊朗 因为在六月中旬 安倍要去伊朗 这四十年来第一次的 安倍 这个四十年来 第一次的日本首相 所以要到伊朗去访问 所以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事实上日本用的是一种 两边放砝码的 这样的一种的避险 因为毕竟对日本来讲 安倍事实上 我认为他也没有很信任川普 OK 好 所以说呢 这个是要给蔡总统 提醒的一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 佛仁大学日文系的 何思胜教授聊到这边 凡席坚老师的分析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